王朵30多岁的时候,他以前有零圣教序, 他零的时候是用圣教序的笔意来写这个字。 他以后写的故事比较粗粗大大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讲是什么? 因为他起笔当然有变化,可是你看中间这笔全部都是直来直往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练这个直来直往,他就会比较好。 好像这个王,他一按他就走。 他全部都是这样,然后这个按就走,这边按就走。 可是你看啊,我们讲过起笔变化的话,他这边的起笔的变化就没有那么大。 知道吗?都是这样。照讲我们说,如果他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这样。 他比较有变化吗?他没有。他这边有。 可是因为我们讲说,我们这一幅是要来练中间那个行笔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不大管了。你看,他就会走。 你看到吗?他走比是很坚决的。 所以我们练的是练中间的。王公。 这个其实是对的。后来我们写简的这个。 其实他有。你看他的那个力度啊。 我们写那个王希之后,其实也是有力度。 可是王希之,他那个已经刻到啊。 从长到刻到很久了,所以看不出了。 反正这个是因为他近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那个力度。 你看他这个王。 这个也是从碑门上投出来还是? 这个不是。这个是原来的莫吉。 那是原来的。 那是明朝的。 明朝的。 王道是明末清初啊。 明末清初啊。 明末啊。 他是。 他同乡的那个青岛嘛。 所以那个前隆王帝叫做二臣。 因为他二臣的关系啊。 明末啊。 明末啊。 就变成说,中国人不喜欢他嘛。 后来他的字,传到日本。 日本人看了,哇。 不得了。 所以变成说,从日本那边又跑回来中国。 对了。 对了。 好。 不过你看啊。 你写的时候你看。 你看啊。 你看到这个用笔。 你看。 他就是需要这样。 嗯。 我希望能够写这样。 嗯。 你看。 你看。 他用笔啊。 嗯。 所以这个啊。 你把它练。 练到很多遍的话。 那你用笔。 所以我们在行笔方面啊。 因为启笔。 行笔。 收笔。 他这个的。 启笔的变化就没有那么大。 可是到以后你。 你写到他个性子之后。 他启笔。 行笔。 收笔的变化都很大。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念他的那个中间那个行笔。 嗯。 很有力是吗? 很有精神是吗? 很有精神。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是。 你看。 这个是走。 有精神的。 啊。 还有。 多一个。 嗯。 嗯。 这个三也是。 这个有转比。 啊。 你看。 哦。 这桩。 你看。 整个就是长风。 有长风。 有陆风。 多数是长风。 啊。 其实很多长风。 问题是也有很多。 嗯。 这边你看。 问题是。 我们写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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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长风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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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都是长风。 对啊。 就是长风。 啊。 这个旗。 它就这样。 嗯。 因为你明白长风的到你看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长风。 嗯。 看得出它就要长。 看我们写的。 这个也是这样。 你看。 一个。 下来。 你看这个。 你看这种。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嗯。 所以你。 你。 你。 你这样的话你也很难啊。 你只有这样啦。 他只可以。 他只可以做得出。 不然而。 你做不到。 所以你。 你这个。 玄乱的话, ok。 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为那是磨鸡啊。 这这个锵啊。 它的千丝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你看啊。 他小手的千丝啊。 嗯。 你可以看得。 它叫千丝。 在圣教室没有这个 看不到 这个你看 一点一滴的牵丝 看得清清秋秋的 你看 这样热太多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走笔的每一笔都可以看得清清 所以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边下来 你看 你看到这个牵丝吗 一点点 提按 所以你慢慢去研究这个的话 它的真的是很多东西可以学 太多了 可是我们也没办法 看得这么细 不过是这样的 你看了这个 你再回去看那个 圣教室 等下以后你再写它 个性质的这种画 它感觉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给你很敬为的那些 底画 都可以看得清 反正这个 所以来讲 它是这个 这边这个 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 看到吗 一比一画 都很清楚 所以你还不熟悉的话 没关系啊 你就一比一画去写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受了这个训练啊 以后啊 我们去读解啊 很多以前我们看 看不清楚的解啊 现在你再跑回去看啊 你会看得很清楚 好 好 就像你们喜欢写赵孟佛 是吗 好 现在你 你写了这个 你把记录请看 你可以看一下 赵孟佛的字 为什么简化 为什么 因为它 它那个 那个记录 掌孟佛不是那么解决 那这种看法 可以看到 可是千诗怎么写的 千诗 我们讲过 你做到就做 做不到的 那一定要念 你念的时候 你就 练啊 练久了 你练久了 它就 可以可以 它就会出现很好的 可是你不要刻意气啊 它说 这样 你可以练啊 那个是很粗 很粗 对 怎么很粘 你练久了 你看啊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 可是那个力度 要能够痛 对 那个没得讲啊 那个怎么讲 那个要让你练 那你懂签字 不过我们的签字很粗 不是粗 因为 你需要 你需要去练 三十年后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年后 他 他 他写律诗的时候啊 他一直讲 哎呀哪里也写不出 写律书 还可以 写新诗的时候啊 哇 慘了 他不会讲啊 他都会 他都会 还不是 咯 现在讲八十年 等一下 就写了两年 一台 可以 不过老师讲是说 要写的自然的签字 需要一个练习啦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先把这个 读清楚嘛 嗯 问题是有时候 我们都读不清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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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理解啊 哦 你知道我们每次都是 Gross over 是吗 你看 你看 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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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种就是 你 你就是要练 练了啊 他自然 他自然就练 你练了 你就是 十三年 对 对 我重要的是说 这个签字的东西啊 不要强求啦 做得出来 你看啊 这个你写起来啊 和 和那个 石头印出来的啊 你写什么像什么来的 没有 没有 我是说 和这个石头印出来的啊 不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墨基的 他原来那个用墨写来的 用墨基 所以你写的时候啊 他有那个墨的那个味道啊 嗯 不像那个 那个石头壳 不像那个石头壳 背壳都可以 背壳 背壳 好 起义你看 这个石头印的 那么 这个石头印的 很深 我喜欢过手 谁也会 那些困难 就不会 太多 太少了 它可以保存到这样 里面 它们墨很好 不 不会变色 是 明朝以后的 绑修在哪 那个 这个圈子其实可以保留最少五百年 如果没有 是是是 那个王典 苏切人 如果他 呃 呃 没有 圣圈 圣圈 因为以前都是圣圈嘛 那五百年通常是最 可以的 一千年都可以 除非你要保护他 过了千年就很难讲 所以明朝的现在几百年 千年啊 十五年 你去故宫可以看到那些 那些那些证集啊真的是 你去故宫可以看的吗 很很很清楚的 最最佳的是之前 啊 宋朝堂上那些 画的圈上面那些 啊 可是真的是 看不到画圈 啊 就写在写在写在写 而且不能够拿一支 拿一支 对对 一部碎掉 那这个经啊 你一写的时候 你要看 那就是这样 折 那以前我们讲那个折笔啊 嗯 如果你掌握了啊 你现在写 折笔很难的 就是折到什么 你越浪啊 你越起来 你越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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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练出来的 这样我们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等到你练到一个时候 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会 一直写在那个 宣纸上 我摸一个 就写在宣纸上 会会会 可是如果你有事介绍 这个是已经在这边 这个能比较容易洗 对 因为这个不用担心那个墨散开 水多的话也不会说整个渗透 你看这个节 这样 边下来 边下来 边过来 上去 人 人 可 极清阳之意 看这个旗号就像黄世之的旗 对啦 他的旗号问题是 他写出来 比较有 不会这样的 黄世之的比较 你看 他的肘笔很健健 你看看下去 很舒服 他牵太多了 这个牵太多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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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練這30多個字的話